九號凌晨三點多 國道三號南投路段 北上車道突然冒起大量淹塵 正好被對向車道的路過民眾拍了下來 原來是發生一起六車連環追撞事故 大貨車和連結車翻覆路面 大貨車載運的沙拉油散落一地 車頭裝到嚴重變形 變成一團廢鐵 駕駛和副駕駛受困車內 消防人員後報後趕緊到場救人 被撞到的連結車駕駛驚魂未定 這起意外是一輛小轎車 先擦撞連結車 造成連結車打滑翻覆 接著後方連結車 煞車不急撞上去 在沙拉油的大貨車 跟著追撞分覆 後方載運包裹的貨車又再追撞 然後後面的轎車則是撞到沙拉油桶 整起車禍造成六車連環撞 一死一撞傷兩輕傷 但第一輛轎車 第一時間竟然肇事逃逸 轎車駕駛在事故地點前方三百公尺 被其他連結車攔了下來 轎車在車禍當下 就已經撞到車頭保險桿掉落 右前輪爆胎 打算造勢逃逸 全是因為作賊心虛 被車造勢後離開現場 然後由該同行的車輛攔查 然後經警方九側有九星反應 警方說造勢轎車的十九歲 葉姓男子不僅九側值零點五一 也沒有駕照就上路 將被依公共危險罪及過失致死罪嫌移送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